其实你知道吗?除了我们自己喝的水很重要 我们也可以把水运用在我们平时生活的环境里面哦 Jessica上次分享了我们需要喝什么样的水 今天我要告诉你,你在你的生活中要用什么样的水 大家好,我是Jessica 在这个频道里面,我会利用我所学到的心理法学知识 和你一起创造你想要的幸福快乐生活 记得在上一次的视频里面,我和大家分享了 我们需要喝什么样的水来提示自己的能量 并在水中注入我们的愿望和能量 帮助我们加速性自己的梦想生活 同时呢,在我们生活中除了我们平时自己喝的水 还有的水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对吧 我们需要用水去打扫房间 我们需要用水去烧菜等等 相信大家都注意到,Jessica有很多植物 那么我用的是什么样的水去浇灌我的植物呢? 因为当我在用水浇灌植物的时候 其实不我不知不觉间,我也在把自己的能量 自己的愿望注入到水里面 然后让植物带着它们对我的爱一起帮助我 显化我的梦想,幸福快乐生活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大家看到了吗? 在这个植物里面,下面看到了好吗? 对,那是水晶 把水晶放在水里面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气泡 对吗? 那个气泡就是水晶产生的能量啊 是不是很神奇,水晶在帮助我提升这杯水的能量 并把这个能量注入到我爱的植物上 所以它们在不知不觉间帮助我的植物长得更好 现在春季已经来了,对吗?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自己想要显化的希望啊 梦想啊,告诉我们的植物 告诉我们的种子 我们播撒下种子 然后在秋天的时候收获我们的愿望 所以把水晶放入你的杯子里 放入你的水里 你的植物在慢慢的长大 同时它也吸收了你的愿望 它也吸收了你给它的能量 它不知不觉间把你的能量发散出去 它长得越好,你的能量所散发出去的信号越强 那么这些开始一个月之后再告诉你们它长得怎么样 那你想不想也试一下你自己家里的植物呢 给你的植物喝上高能量的水 让它们变得更加幸福快乐 所以你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学好的水 你可以用泉水,也可以用纯净的水 第二步呢,在你的水中注入你认为可以帮助你加速显化你愿望的能量 比如说你可以像Jessica一样放入很多水晶 提升它能量有好多好多的气泡产生 当然你还可以加入其他的一些营养液等等去提升 然后呢,对着你的植物说我爱你 并把自己的愿望告诉你的植物 你的植物在慢慢的长大 同时它也在慢慢显化你的愿望 欢迎在视频下方告诉我 你今天对你的植物说了什么 如果你还没有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哟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